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 Keeping up with the Sardashians 与时事家族通行 朋友们 一年前的这段时间 我们在吃大S汪小飞离婚的瓜 一年后的这段时间 我们仍然在吃大S汪小飞离婚的瓜 这是飞驰的2022中 唯一给我一种时间过的 并没有那么快的感觉 不知不觉中 大S汪小飞离婚一周年了 有的人发疯也发了一年了 一句话概括 这对前夫妻的网络大战 我愿称之为 当破防巨蟹妈宝男 碰上以退为进 体面天庭女 65岁老人直播间屡创登顶 日收过亿 只因儿子不争气 将来快速复盘一下这场网战 Round 1好戏开幕 大S状告汪小飞拖欠抚养费 法院恐莫收小飞再胎财产 汪小飞怒晒流水清单大崩溃 不想再养光头了 怒火滔天央极现任和凄美 放话明天就去台湾带回一对儿女 Round 2粉末登场 S妈回复台媒称 被前庆家母微信骚扰 辱骂半小时气到血压高 张兰加入战局 直播公开语音 疑似指控大S吸毒 狗仔葛思奇收钱 酸辣粉一路畅销 直播间登顶 Round 3决定反击 葛思奇加入战局声称张兰乱讲话 这次别拿住院做借口 你网声了我也要曝光 大S发布体面声明 使出阴阳怪气绝学 经纪人补刀把姐的未尽之意 全说完了 Round 4 翔跑 没门 汪小飞没有去台湾 并且宣布孩子他妈咱们也不闹了 我谢谢你 大S针对高额电费和吸毒嫌疑的指控 再次发布了声明 逻辑严密 一条胜过汪小飞 发十条啊 大致概括一下呢 就是 一 我们姐妹俩身体没有吸毒的能力 心脏不好 容易猝死 二 被出轨的精神损失费 汪小飞有给 但违法拖欠呢 是给小孩500万抚养费 汪拉黑了我 导致我无法急需提醒 三 有出轨实锤的 是他不是我 四 没来就不让他看小孩 他自己不乐意要抚养权 五 还有什么名枪案件冲我来 离我家人远一点 不料 知道你们家是在蹭热度卖货 姐满足你们 给你们做宣传 反正赚了钱 最后也有姐一份 是附上美美代言的小姐姐一枚啊 不得不说 和汪小飞那十几条前言不搭后语 逻辑混乱 秒山秒怂的支离破碎发言比起来 大S的表面优雅 实则阴阳怪气 根本就不是一个段位 像是博士后欺负小学生 难怪汪小飞自始至终只敢骂 好脾气又有点怂的小S 骂更加体面的徐妈妈 甚至骂自始至终必骂的光头 却始终不敢将炮火对准大S 上回在透露对方隐私疾病后 她华贵道歉的样子还历历在目 这次也是 前期疯狂发电AOE大量无关人士 不止凭空被温不清白的小S 甚至连她两个未成年女儿也被网报 后期把正主大S惹出来了 又光速华贵 气得张岚直接在直播间的怒马 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个怂祸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巨蟹男的可怕 永远不在巨蟹男的情绪不稳定 和发疯起来失去理智 而在于巨蟹男背后那个不好惹的妈 天空一声巨响 张岚女士闪亮登场 其实按理说张岚女士今年六十有五 都过了知天命的年纪 早就应该是一样天年的时候了 却因为汪小飞这个傻儿子始终立不起来 只能拼搏在创业第一线 但是张岚女士和汪小飞这对母子 一直以来都非常善于利用和挑拨两岸情绪 把自己包装成被霸凌的爱国商人 吴亦凭空揣测张岚母子的爱国情怀 究竟是真是假 但是张岚女士的国籍 却是明明确确的非中国籍 而根据种种具象表明 汪小飞本人近年也有了移民瑞士的倾向 早年更是有一些不可说的问题言论 但是就这他们还是趁机把这香喷喷的爱国饭吃了一碗又一碗 是的正所谓创一代和富二代的思路有着天壤之别 在汪小飞逻辑混乱发疯的时候 张岚一边直播带货 一边逻辑清晰的补充说明 这才让大量吃瓜群众补全了另一个角度的八卦 PS 无实锤不保证 其他老人贪生这种闹心事 估计早就坐在地上拍大腿了 然而张岚在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里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的东山再起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女明星儿媳吗 靠的是不成器发疯出轨的儿子吗 靠的是自己不放过任何一个的机会 以及清新脱俗包张意图的能力呀 直播到一点半的张岚 光酸辣粉就卖出了6000万 折合成台币甚至过了亿 在酸辣粉之后更是紧跟实事听取网友意见卖起了台湾软饭和一部弹 一个字直 难怪大S和S妈都忍不住阴阳怪气呢 抚养费欠了500万拖着不给 对着点电费斤斤计较 结果一晚上就挣回来了 这还没完 张岚在直播间刚卖完货算完账 直接让笨蛋儿子闭麦 效仿起大S的阴阳怪气 学起了发新的声明 但不得不说 论阴阳怪气还是大S最牛 张岚的回应学到皮毛 但没有一针见血的核心 就跟汪小飞张岚目前为止的一切指控一样 没有实锤 全靠感情 相比照之下 你可以认为大S绿茶 可以觉得汪小飞就是一个院种好男人 张岚一把年纪太不容易 但是他索取的抚养费和房产 是法律经判双方律师认可签字的 而汪小飞在婚姻存续期出轨的实锤 也让他坐稳了过错方的位置 而同样说到发疯的男人 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坎爷这个名字 最近的他可以说是经常跟汪小飞一块领出来做比较 他们的前妻同样都是相当有名的女性 而且都为了生育险些丧命 而且他们也都在感情破裂后 试图保持体面和co-parenting 试图将对孩子的影响减到最低 甚至King Kardashian和大S都是天秤座 也都有长袖善舞的母亲 人淡如菊的姐姐 和被渣男拿捏的死子的看似俗辣 是这怂得不行的妹妹 而坎爷和汪小飞的共同点 则更令人觉得匪夷所思 他俩都改过名 都为前妻发过风 都把矛头冲向前妻的家人 都爱嘴上说着爱孩子 实际上却在损害自己孩子的利益 都靠透露前妻隐私博取关注 曾经都爱给自己安爱妻人设 都爱拿社会敏感问题做自己的保护伞 对前妻的现任有着极不合理的仇恨 很多人会说明星的瓜 咱们吃一吃就得了 没有必要心疼这些208万 但汪小飞大S 以及坎爷卡戴山的离婚风波 也不只是他们的家庭琐事 而是反映了现在社会上 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如果一个像大S和卡戴山 这样既有经济实力 又有社会地位的女性 在离婚后都没有办法 避免前任多角度的骚扰和霸凌 那作为普通无权无视的女性处境 甚至会更糟糕 不仅要担心最基本的抚养费问题 还要担心被男方家庭抢走孩子 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保证 自己的婚姻可以一直存去 即使选择不走进婚姻 我们也有姐妹 母亲 朋友 如果无视法律 利用舆论成为了一种普遍趋势 那被泼脏水 被泄露隐私 被无限骚扰的 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是纠可 我是四点 这里是有娃娱乐社 我们下期再见